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 有个阿姨一直跟着 她非要卖我花环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想让我买出花是吧 哎 要来多 你希望我要哪一个 你谁比每个人都一花不同 那你卖花的话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几百块钱吧 一个月几百块钱 那一天呢 一天有时候六七个 七八个 八个就算你卖十个 这个是我记得时候的 你家里也有小孩子吗 有 那我买你两个吧 好的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都不容易 能看一下您这个手镯吗 这是谁送你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买的 多少钱买的这个 这个要说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 你就买一个这么漂亮的手镯啊 我们又带了好几十年 姨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不知道 你带了几十年了 你想知道吗 帮我看一下 很多那个酸食吧 你想不想知道真的假的 你说嘛 没事嘛 因为姨是这样 带假的呢 对身体不好 嗯 带假的比较容易抵抗力下降啊 然后最好是能带个真的就带个真的 然后您带多大圈口 我看看啊 你这个圈口的话 跟我是差不多的 等一会我拿一个真的 马脑的手镯给你 没有了 没事 我现在带你到车上拿 耶 你把那个摘下来行不行啊 那个对身体不好 这是马脑的 但是真的货 你也都能带 你挑一个 帮您摘下来什么 你的手很软 这个你自己留着 我也不要 看看你这两个能带哪一个 你要这个还是这个 大了是吧 你以后要带真的 便宜点都没有关系 我的骨头软 好带 对 你的手漂亮 看 真好看 那我怎么好意思 带你的手镯呢 没事 你的花环 我不是也要了吗 那钥匙不是给你收钱的吗 明天那个一了 我送你一个 明天我还是在这里 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 微信我不会玩 那电话号码吧 电话号码是 这个是我的 我叫小野 小孩子的小 田野的野 你我走了吗 你照顾好自己 嗯